香港的占中行动还在持续发酵 有越来越多的演艺圈艺人也站出来声援 像周润发、刘德华、张家辉等香港影帝纷纷出声 抗议港府暴力手段 就连很少公开讲话的影帝梁朝伟也力挺港人和平表达诉求 他指责政府使用过分武力 目前香港特首梁振英成了香港各界集中批评的对象 全世界都在瞩目的占中行动遍地开花 并持续发展着香港演艺圈的明星们也先后表示声援 10月1号 周润发在接受香港《苹果日报》电话采访中 对政府表示谴责 他说 市民学生争取诉求好勇敢令人感动 警方第一天已经错了 为什么用到催泪淡呀 关于梁振英连日来 例称警方拒绝与学生直接对话 周润发说 如果政府再用暴力对付学生 你令香港市民好反感 刘德华此前在自己的官网华载天地留言 香港人都爱香港 要关心自己 顾及大众 不要催泪瓦斯 不要武力 不要谩骂 他还表示 学生们 示威者们要担心自己的安全 金像奖影帝张家辉9月30号穿上黑衣 显身香港街头 历称学生 出席活动时 张家辉感叹政局时事 呼吁不要再看到抗争活动中出现暴力流血场面 并希望政府能快点倾听民意 早日让事件落幕 也让学生能平安回家 12号 一向沉默是金的梁朝伟也对苹果日报表示 支持所有和平表达诉求的香港人 抗议政府使用过分无力对待和平集会人士 希望政府展现诚意 尽快安排与人民对话 他们都对普世价值 对民主 自由 人权 法治 是非常的认同 非常的拥护 所以在北京方面用高压手段来封杀自民的诉求的时候 他们就会挺身而出了 香港作家自由证稿人张成爵认为 艺人们不顾自己个人利益受损 而支持学生运动 也说明人与动物不同 除了物质上的享受外 节省上的需求也很重要 和平战令中环启动后 多位香港艺人都上传了自己的学生照 表态支持学生 港星杜文泽 女星珍妮 资深演员黄秋生 歌手何韵诗 歌手叶韵怡 Biang的乐队主吉他手黄冠中 还有歌手黄耀明 港星郑秀文 梁永奇等人 也以不同形式声援 表示对战中的支持或者对港府的批评 台湾演艺界中的创作歌手张璇 演员陈延希 导演九把刀 新生代艺人陈爱琳等也隔海声援 而香港一传媒主席黎智英连日参与和平战中运动 他因被催泪弹烟雾呛呛到用水冲洗的照片 更是登上美国《时代》杂志的封面 黎智英在接受CNN采访《为什么站中》的提问时表示 香港人不愿成为奴隶 要争取应有的自由与民主 目前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是抗议活动的主要目标之一 人们指责他授权防暴警察对示威者使用催泪瓦斯 并要求他下台 目前 梁振英在民间的支持率很低 香港开放杂志总编辑金钟说 香港人反对梁振英的最大原因在于 他不是民主选举产生的 香港人认为他是共产党的傀儡 他与党非常接近 他的政策也如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